欢迎收看本期猪猪妹书电影 我是可爱又高产的小猪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一部讲述 活在小说里的男人奇妙生活的故事 主人公狗大是一名国事局员工 他的生活每天都过得像数学公式一样非常精确 包括他每天过马路要走多少步 刷牙要刷多少下 都要计算的一清二楚 虽然狗大在这样的年纪没有女朋友 但他并不确定 反而觉得在计算好的数字下生活 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但是有一天狗大在刷牙的时候 却听到了一名女性旁白的声音 起初狗大以为是自己幻听 所以没有当回事 但是随着旁白声音的不断出现 狗大也害怕了起来 并且旁白不仅能预测狗大即将发生的事情 而且就连狗大的心理状态都叙述的一清二楚 而在发生这一些事情后 狗大的生活节奏也彻底被打乱了 为了解决此事 于是狗大找了好几个心理医生进行咨询 但是心理医生却都觉得狗大是精神分裂 并且给他介绍了一个文学教授 而文学教授在听完狗大的故事后 立刻恍然大悟的说 根据有多年的写作经验 你应该是某个作者笔下的主人公 如果想摆脱这种情况的话 你就不要按照小说的故事线发展 放下以前的生活习惯重新开始 虽然狗大对这名教授的话半信半疑 但没有更好的方法 所以他只好实施 渐渐的 狗大觉得自己的生活不受自己支配 非常不舒服 于是便再次找到了教授 而教授则对狗大说 那你就好好待在家里 一动都不要动 但好巧不巧 这天狗大正在家里休息时 却有一台挖掘机 直接把他家给产了 原来这些工人是拆错了地方 所以才发生了这样一幕 之后狗大也为自由的人生做了很多努力 他学习了一直很想学的吉他 甚至还交了一个女朋友 而就在这个过程中 他也渐渐发现了生活的多姿多彩 这天电视里一位作家正在接受采访 而狗大一听到这名作家的声音 便瞬间响起了经常在耳边浮现的旁白 原来狗大所在的生活 居然是这位作者笔下的一本书 更可悲的是 作家经常写悲情小说 他笔下的主人公一定没有好下场 而之所以狗大能活到现在 是因为作者还没有想好让他怎么死 狗大得知这一切后 便立即跑去见了作家 并请求作家不要写死自己 但是在看过作家的小说原稿后 狗大才突然意识到 只有自己死去才是对小说最好的结局 所以狗大也做好了离世的准备 一天狗大在公交站前救了一个小孩 但是他自己也被迎面而来的公交车给撞飞了 而幸运的是 此时的作家不忍心看到一个活生生的人 死在他的笔下修改了小说的结局 狗大也如愿以偿的活了下来 看完电影就如梅想到大家 如果你是一种人公 并且是能见到作者的那种 你对作者有什么要求要提吗 看完记得点关注 最终梅在评论区等你哦 好 感谢观看